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极为有利港股跟入股后面的走势 资金持续会向香港跟大陆流动 所以我认为入港股都非常有机会 尤其是今年这两个市场的基期都比较低 我们如果从比较基期的角度来看 其实明年他们就非常有机会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开播了 看好港股是我一直以来 这几个月不断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的内容 那当然长期看我们节目的人 应该都知道说 我对港股的看法是极为正面的 也不是只有今天 也不是在这次总统大选之后 我讲了美国总统大选 之后才看好港股 而是几个月前就不断的告诉大家注意港股 那上个礼拜恒生指数涨多少 涨了6.6%的幅度 在亚谷里面所有股市 亚洲所有股市里面涨幅第一名 你看我们说错吗 那当然这个港股呢 我认为才刚开始 这个涨势才刚开始 所以说呢 不要以为上个礼拜大涨6% 它就已经是这个结束的行情了 或是说它已经是一个过热的行情 错了 我认为才刚开始 好戏才刚上场 那今天香港恒生指数涨势 相对比较温吞一点 涨了300多点 涨幅就有一% 你会发现说 那今天为什么港股盘中拉高啊 但是却是没有能收在最高啊 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市场 短线上看好港股的人开始变多了 那大家开始进场了 开始去抢股票了 那自然呢 相对先前有这个低息的人呢 就会高抛 但是它高抛啊 我不认为它是这个 要把股票抛了之后就不会再接啊 我认为他们终究 要等时机接回来 因为后面还有行情嘛 好 那为什么看好港股 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 听卵大哥的 要这个用一整集的时间 跟大家讲港股呢 最主要有四大理由 哪四大理由 我第一个理由啊 就香港股市的基期啊 是相对偏低的 如果算到上周五 尽管上周香港恒生指数 大涨了6.6%的幅度 涨得非常多啊 雅谷里面涨幅第一啊 几乎可以跟美国四大指数去比肩了 美国四大指数上周稻穷涨幅是6.9% 稻穷涨6.9% 将近7% 恒生指数涨6.6%的幅度 而基本上也不输到穷了 那美国三大指数 另外标普涨了7% 7.3% 纳萨克涨9% 费半指数涨最多 涨了18% 创下历史新高 那美国三大指数啊 是从3月以来最大的州涨幅啊 那香港恒生指数啊 有如此的涨幅啊 相对也是跟得上美股的节奏了 可是呢在此之前啊 你可以看到港股是在全球股市是净赔莫作 这个一路落后的行情 直到上周五哦 不算今天哦 直到上周五 香港恒生指数叫去年底啊 仍然是跌掉了 这个2447点 我讲的这个绝对点数 我们来给各位看这张图 你就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呢 恒生指数到今年以来 仍然还是一个负报酬 各位可以看到 我画这个十字游标线的地方啊 就是香港恒生指数去年收盘的行情 收盘的点位 是在这个28100多点 那现在目前的位置还在这个地方呢 还达不到这个去年底收盘的位置 那这个幅度有多少呢 大概我计算了一下 差不多是8.8的幅度 也就是说呢 现在目前恒生指数到上周五 距离这个去年底呢 仍然还是跌了将近快9% 所以你说这个港股今年表现差不差 非常差对不对 尽管说三月以来是略有回升了 但是基本上也没什么涨 它其实是一个横盘的行情啊 跟这个道琼工业指数标普啦 那啥个指数已经冲上天啊 那真的是天狼之别了对不对 好那你说别比港股 那我们比这个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我也给大家做一张图 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上证指数去年底收盘的位置 在3050点 那现在目前呢 不含今天啊 这个到上周五啊 上证指数是3312点 所以它涨幅啊 刚好也是8% 所以是一来一往 也就是说呢 大陆股市为主的板块啊 上证指数涨8% 但恒生指数还跌8% 将近9% 那你说港股表现的差不差 当然是很差嘛 所以说季期低不低 当然是低 那这种风水轮流转啊 香港明年还会这么差吗 肯定不会了 也就是说呢 明年非常有可能 恒生指数会冒出头啊 成为全世界啊 表现相当好的板块跟市场 也说不一定哦 有没有讲 这个全世界就是股市啊 就是人流在涨的 有些地方呢 跌多了 它一定会涨 有些地方涨多了 它一定会跌 因为啊 它回归到它的基本价值面 那所谓基本价值面 我们来看这张图 就是今天我帮各位 准备了很多张图啊 就是我昨天啊 在家里面啊 好好地研究一下 我今天要讲什么 帮各位做了一些图啊 给各位看得更明了 我们来看到恒生指数 这个是本益比 我们就或者说 大陆叫做市盈率 各位可以看到 恒生指数啊 现在目前的本益比市盈率 跟A股啊 大概在15左右 这个15的市盈率 放诸于四海 放诸于全球股市 现在呢 都是一个非常低的市盈率 就15倍啊 这15倍的本益比市盈率 是非常低的 我们如果以台湾股市 加权指数来看的话 到今天突破了历史新高 13100多点 现在目前的本益比啊 已经是上到21倍了 那相对香港才15倍 所以可见啊 它是低了非常多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香港股市 随着它这个 这几年来行情不佳 它其实是基本上 它这个市盈率是持续 落在一个滴水位区的 那我们都知道 市盈率越低 本益比越低 基本上你买的股票 就是越便宜嘛 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 你今天要买便宜的股票 你要买本益比低的 它如果是本益比低 它本身又是一个 高成长的公司 或者说它成长 非常明显 它的三率都在上升 盈益率 毛利率 净利率都在上升 然后它的营收 也不断的成长 肯定这种股票 你一定要买了 但是相对而言 这种股票很少 也就是说呢 三率在上升 然后呢 营收又在上升 可是它本益比相对低 这种股票其实很少 因为有这么好的财报 有这么好的成绩单 基本上它股价都一涨上去 它的本益比不会低的 好 那香港现在目前的本益比 是只有15倍 放出亚洲里面 现在目前 唯一我看到了 比香港市盈率 本益比更低的 就新加坡 现在目前大概13 其他地方都20以上的 那当然A股也是低 15 因为A股也没什么涨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管是指数的基期 本益比的基期 其实它相对都是低档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一样是估值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A加H股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在香港跟上海啊 或是说在深圳同地同样挂牌的一家公司 我们叫做A股 H股 它就同样有A股挂牌 它也有H股挂牌的 H股讲的是Hong Kong 就香港 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A股的 这个折议价的问题 所以说呢 港交所啊 它就用了一个指数出来 什么指数呢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指数啊 叫做 这个指数啊 叫做恒生 护生 港通 A股的议价指数 议价或折价指数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从港交所的页面 抓下来的图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 所谓的A股的议价 或是折价指数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 如果说这个指数呢 越高代表呢 A股议价H股越高 如果这个指数越低 甚至跌破100 就是一个折价的情况 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到底A股贵 还是H股贵 就看这个折议价指数 如果这指数越高 就代表A股呢 是比H股呢 是贵很多 因为它是一个加总平 加总这个加权 所以它不是算个别股票 它是把这一篮子的股票 加总加权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这个指数高的不得了 这个指数高在140 也就是说呢 那现在A股大幅的大幅的溢价H股 就代表H股非常便宜啊 A股呢相对贵 那你说A股要涨很多吗 其实也没涨很多 即使没有涨很多的情况之下 它都大幅这个溢价了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讲基准指数 上证指数今年涨8%嘛 那恒生指数跌了9%嘛 所以光这一来一回就差很多 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基准指数上面 那个别股票就更不用讲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去观察这个指数 就是AH股的折衣价指数 这个指数会告诉你 现在港股是便宜还是贵 这个道理在这个地方 我这样一讲各位就很清楚 好 那等一下要买什么 后面再讲 大家不要那么急 我先把大的宏观环境讲完 对不对 后面再跟各位讲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指数 长期的走势 我们刚刚看的是一年来的走势 如果你看这个指数 长期的走势 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重点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这个指数在这个地方 这是五年来的一个指数 2016年到现在的这个走势图 2016年到现在 五年来的一个指数 在上一次呢 这个指数达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一样是在140点这个时间点 是在2016年 也就是2016年那时候同样出现 跟现在的这个状况了 好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2016年那时候 恒生指数的位置 你会发现 哇 那个是兴奋的就 情绪就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恒生指数 2016年 2014这张图是恒生指数 2014年到现在目前的一个走势图 那各位看一下 上一次出现 AH股的溢价指数到140 就在这个点上 当时恒生指数是跌到18000点 两年的时间到2018年 他涨到多少 他涨到33000点 这个波段涨幅多少 各位知道吗 80% 大涨8成 基准指数大涨8成 因为大涨8成的关系 各位就看到 这个指数自然就大幅的回落下来了 对不对 就大幅的跌到一个低点了 对不对 就是代表到这个点位上 也就是说呢 他回到了大概差不多120点到100点之间 就代表港股贵了 这样懂我意思 好 所以你回到这张图上去看 你就会发现 你不在这个地方买港股 你要在这个地方买港股吗 还是你要在这个地方买港股 你要在这个 AH股溢价指数在140点的地方买港股 你还是要他跌到120点以下 你去买港股 答案就很明了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从对比的一个估值来看 就告诉你现在港股是便宜的不得了 为什么几个月前就告诉大家 赶快布局港股 赶快布局港股 最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我今天还是要跟各位讲 即使呢 上周港股已经大涨了6%多 将近7% 港股现在还是便宜了 还是便宜 好 那这个是第一大重点 从估值基奇的角度来看 港股是便宜的 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放出全世界股市 我现在看到这个最具价值投资的地方 香港是排前面的 数一数二的排前面的 好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来谈 就是说股市会上涨 很重要就是说资金面 你说美国经济好吗 大家都知道烂透了 对不对 新冠疫情下面 COVID-19下面 美国死了那么多人 现在接近1000万人确诊 每天是10万人的新增确诊数 经济怎么好 过去10天 美国这个总统闹双包 这个是所谓开票日变开票周 在这10天过程中 各位知道吗 新增又100万人 每天是10万人在增加 那你说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未来的经济怎么好得起来 那怎么会美国股市创历史新高呢 我们刚刚讲费城报道题指数 上周大涨12%创历史新高 这不莫名其妙吗 道琼居然可以一周涨7% 纳萨克指数可以一周涨9% 他到底是怎么涨的 我告诉各位 他不是在涨经济面 他涨的就是所谓的资金面 联准会再次告诉大家 他工具很多 他随时有法宝 可以让这个市场起始回升的 你不要怀疑我 你怀疑特朗普 你怀疑川普没有关系 你不要怀疑我包尔 我包尔是有能力的 我包尔是还不用下台的 你不要怀疑我联准会对付这市场的能力 所以说美国才这样涨 好 那回到这个香港到底有没有资金在推动 那各位都知道说在港股上面 大概有三个主要资金力量 一个是本地资金 就是香港人 本地的这个法人自然人的资金 另外一个就所谓的南下资金 透过护港通 这样子进到这个香港的钱 第三个就是国际大投资机构的钱 那这三块钱过去一年 我看到都是很明显的在流入香港 南下资金已经买港股买了一年了 净流入持续在买港股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大陆有钱的投资法人机构 都很清楚港股现在便宜 价值低 价值高相对便宜 这个好买点 所以就做一个中长线的布局 慢慢买 他也不急着买 因为他知道行情没有那么快要发动 那因为这两年 大家也都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这我也都不多说了 各种内外情势交迫之下 搞得香港现在如此之凄惨 包括经济 包括这个疫情的冲击 各种情势 所以你说呢 他们也不急着买 他们就慢慢买 好 那慢慢买 有没有证据 有没有这个资金面的证据 我再给各位看 所以我们今天讲任何东西 我们都要有一定的依据 对不对 再给各位看 港币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实施跟美元的联系汇率制 那有所谓的强区间汇率 跟落区间的汇兑 所谓的强区间是什么 7.75的一个防线 落区间呢 就是7.85的一个防线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港币的图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香港 这个港币啊 已经好好久好久 一直顶在这个所谓的强区间啊 要不是港府啊 在应用各种工具去阻止港币生殖 他早就生破了这个强区间啊 那港币在强区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代表什么 代表资金持续的流入香港 对港币的需求非常的强啊 那我请问你 进到香港去的这些钱 不是炒楼就是炒股吗 你觉得他能炒什么 是吗 是不是 港币放港币有利息吗 放定存有利息吗 难道这些钱是只去买保险吗 是不是 所以说这些钱呢 就是一直在流入香港 包括南下资金 各位可以去查 每天都是进流入香港 买什么股票 就买一些蓝筹股 恒生指数的成分股 因为他们都有些都很便宜的 殖利率又好的 在现在全世界利率情况 这么低的状况之下 你说这些钱 聪明钱他不去流入到一个 所谓的基期比较低 相对未来具备值利率高的一个市场 那他要流进什么市场 好 所以这是第二点 我要跟大家从这个资金面来分析 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 香港这个股市现在目前结构在改变 过去大家都知道说港股是以这个地产板块 金融板块为主的这个市场 那我要告诉各位 现在港股它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金融地产板块的市场 它是它现在是一个什么市场呢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科技指为主的一个市场 渐渐要开始从地产金融板块 进入到一个所谓科技股票为主的一个市场 你说恒生指数今年表现很差 我刚讲了年年初到现在还跌了2000多点 跌了将近一成 可是各位要知道 恒指科技指 恒生板块里面的科技指 今年涨多少 我给各位看一下 今年从三月的低点到现在已经涨幅几乎是一倍了 你去看看美团的股票涨多少 美团现在股票已经300多块港币了 从不到100块港币涨到300块港币 美团三月份的时候到现在 从100块港币涨到300块港币 阿里巴巴 然后你去看腾讯的股价 这些都是所谓香港科技指里面的成分股 其实各位看到它的基准指数涨幅三月以来就一倍 所以香港股市它正从过去大家既有印象的 所谓的金融地产板块要转移到 我们讲到说科技板块去 这个就是香港不断的调整 它的未来发展的方向 以及所谓港交所 我觉得港交所很有作为 这个我也很看好港交所这两股票 我觉得这个交易所的领导人也好 或者说他们里面的这个班底也好 很有作为 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比如说呢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科技指里面 其中一档股票 大家一定知道的小米 各位看到小米这个去年底的股价还不到10块港币 最近涨到多少 涨到26块港币 你说小米涨很多吗 我跟各位报告在科技板块里面 在香港科技指里面 小米不算涨最多的 美团都比它涨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小米就是这样一路的沿着这条黄色线再往上升 那这个就是说 在投资香港股市里面呢 各位开始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还是要去买一些传统的金融股呢 或者说买一些传统的地产股呢 还是我要开始去注意香港的一些科技股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后面要买什么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要去思考很多事情 就是从一些走势图去对照 大家可以看到 就港股第三大 看好港股第三大 有时候它其实在香港股市在做一个结构性的转变 比如说腾讯 各位看到腾讯的股价 去年底300多块港币 现在是600多块港币 创历史新高 腾讯的市值已经接近到6兆港元了 接近到6兆港元 但现在目前港股里面市值低的还是阿里巴巴了 虽然说最近阿里巴巴股价接连大跌 但是我觉得阿里巴巴跌下来是最好买点 你要趁它利空去买 上次那个蚂蚁 上个礼拜蚂蚁的事情 把阿里一天打下来 这个七八趴 隔天拉上去 再隔一天又发布第三季财报 尽力大减又打下来跌5% 隔一天又拉上去 我请问你阿里为什么跌不下去呢 这个是腾讯 这不是阿里 腾讯的现在目前市值是仅次于阿里 香港股市里第二大的 现在目前大概六 差不多六兆左右的一个港币的市值 阿里的市值呢 是已经是8000亿美金了 8000亿美金的市值了 这个是相当惊人了 全世界有几家公司市值能到8000亿到1兆美金 1万亿美金的很少对不对 没几家 就是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此外都没有 那阿里的现在目前市值经过上周两次大跌 他也还在8000亿美金之上 那对于阿里未来的发展 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 他的云业务很快应该可以实现获利了 他的云业务将来就是类似微卵亚马逊资料中心的金基姆一支了 所以说你不要只看蚂蚁不能上市 我觉得蚂蚁不能上市 并不并不能完全跟阿里未来的成长性画上等号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今天在讲 就是说香港股市它其实已经在做一个直变 就是从过去的 传统的说这是地产金融板块转变成科技板块 但问题又说说回来 就是说那传统的金融地产板块 有没有值得投资的呢 我认为也还是有 因为毕竟这些传统金融地产板块 他有很多股票跌了很多 而且他值率非常好 这等一下我再讲 第四个看好港股的理由呢 就是说你去看 每一次香港经过重大社运之后 他的股市都大涨 我们刚刚不讲吗 2016年到18年 港股曾经有一波大浪 对不对 那波大浪将近一倍的涨幅 我们讲说那个恒生指数 几乎是一倍的涨幅 图再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知道那波大浪之前呢 2014年的9月到12月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所谓的占据中环吗 对不对 还记得吗 2014年的9月到12月 就那一季 就是整个占据中环之后 2015年其实港股是拉升的 2015年拉升之后呢 就出现了这一波跌势 然后跌到了18000点的恒生指数之后呢 它出现了这么大一个浪 这么大一个多头浪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把这一波的大浪 前面的一个整个弱势结构 把它做一个连贯的话 那最主要呢 就是这个2014年9月到12月的 香港占据中环 以及2015年的A股的暴跌 那所造成的这一波港股 当时的市盈率本益比跌到10啊 那是一个超级大买点之后呢 而使得这个港股出现了一波大涨行情 所以说把这个整个结构告诉大家 所以各位就是说 那个社运啊 对香港造成重大冲击 我告诉各位社运打不倒香港了 这个香港绝对不会消失在这个地球表面的 香港也不可能瞬间吞去它的繁华 六七百万人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它是全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它的地位 它不可能是被取代 或是说呢 瞬间就没有掉 所以说你不要去看坏香港未来 我觉得香港经过这几年的折腾之后啊 它会在未来几年出现一个新的改头换面的风貌出来 这个我肯定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说这四大理由呢 告诉我们就是说 你要把握现在相对机器比较低的港股啊 进行好的一个投资布局 那至于说你要不要买香港的股票啊 或者说你要不要去投什么 那是个人操作我没建议了 我再讲一次我没建议 我讲今天讲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不代表说你要听我的啊 你不代表说你要照我的想法去做的 我只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 反正直播嘛 就是聊天这么一回事 就好像我们在谈话一样 是不是 那我个人是会去布局 我个人是已经在布局 那哪一些是我觉得啊 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呢 就给各位看一下 一些走势图 比如说在台湾 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个有两档ETF 这两档ETF我先跟各位讲 今天一档涨了4%的幅度 今天另外一档涨了2%的幅度 这个涨了4%的幅度呢 就是这一档 叫做这个代号是 等一下在前面这一页 代号是00650L 00650L的 这个FH的香港正二 它是一档杠反的ETF 就是正二两倍的ETF 它今天涨了4% 4%的幅度 各位可以看到 最近开始明显在动 随着港股开始冒出头 它也是在横盘已久之后 开始在动 这档是一个所谓杠反正二的 两倍的ETF 那另外一档呢 是这个没有杠反 就是一倍的 就是恒生国戚指的ETF 这档的代号是00700 富邦恒生国戚 今年涨了2%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最近呢 经过这一波横盘之后呢 它也开始在冒出头 在往上走高的一个态势 在这个地方 这两档 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 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持续观察他们 会不会继续往上走 当然他们要往上走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香港股市要能涨 因为他们是跟随恒生基准指数 国企基准指数 就H股指数在走的 好 那另外呢 各位看到 常识啊 李嘉诚最近出了大事 对不对 大家知道他把那个 加拿大的赫斯特啊 给卖了 就跟那个 另外一家大能源公司 做那个油沙的公司给合并了 那李嘉诚在 因为赫斯特股价大跌了九成嘛 跌掉90%了嘛 因为整个加拿大的这个石油业 受到疫情的重大冲击 所以李嘉诚 很多人讲说李嘉诚 超人在赫斯特上灰头土脸 事实上不是了 这个他进到赫斯特很很久 其他的赫斯特这么多年来的 分红配股配息 李嘉诚早就赚保了 早就把他投进去的钱 全部都收回来几倍了 那这一次是正好天命不佳 好碰到全线能源业的大跌 那李嘉诚今年以来90次增持 他的一档核心持股 就1113的长石 各位看到长石的股价是惨到不行 今年一路跌 那李嘉诚是一路买 不断的增持长石 那我是觉得长石这档股票 今年还跌 今天港股涨它还跌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李嘉诚后面的一个动态是什么 当然从长石涨 长石这样跌 跟对比小米腾讯 美团这些科技股 就所谓的所谓恒生科技值里面的成分股的涨 你也发现这个香港的资金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挪动 对不对包括0001的长河 其实也是一只跌 这个是0001的长河 这个李嘉诚在港股里面两档核心股票 一档就是0001的长河 另外有1113的长石 这两档股票今年表现都非常不好 就是说是一路下跌 但是我是觉得再跌下去 它的价值点也差不多快到了 这个是在李嘉诚的股票上 那另外我在看李嘉诚的股票 还有另外一档叫做电能实业 电能实业的代号是0006 各位看到电能实业 它今年也是一路跌 跟长河长石是一样的 一路跌 那最近电能实业也很明显的开始见到 好像短底似乎有出现了一个味道 那这档殖利率很不错的 它的殖利率大概差不多有6到7 也就是说它的 随着它的股价这样子的一个大跌 它的殖利率很明显已经上来 就是说 这些呢 我觉得长期定存股 就是除股 你就说我不知道买什么 我钱很多 买一些可以配息好的 那你就可以去考虑这些 所谓的长期殖利率好的公司 那他们都算是什么股票呢 他们都算是在这个板块上面 叫做恒生高息股指数 恒生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指数 叫做高息股指数 就是他们股息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指数今年表现 各位可以看到相当差 一路在低点 但是呢 因为它高息 所以我觉得呢 它在低点 只要港股后面是有 往上升的一个走势的话 它的低点应该也不会太多 因为它毕竟高息 它能吸引长期的资金的进入 就是说一些 看好它的这个吸收的 那当然它的价格 未来的上涨的空间 绝对我认为 不会有这个科技板块这么好 因为主流是科技板块 但至少能回升到 它一定的价值 比如说我们讲电能吧 电能过去的股价 都在在七八十块港币 现在是四十块港币 比如说恒生银行吧 今年初恒生银行的股价 是两百二十块港币 现在一百一十块港币 折半 那恒生银行 不像这个汇丰 不配息了 它还是今年 它还是继续配息 所以说呢 相对恒生银行啦 这些股票 过去的传统的金融地产板块呢 我觉得呢 又是另外一个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空间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个投资概念 我就说 我们常在说 我们在做 坐在台湾 我们买台股就好了 事实上不是 我跟各位讲 全世界股市啊 有非常多好股票啊 欧洲股市有欧洲股市好的公司 美国有好的 很好的很多好的公司 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公司 A股也有很多很好的公司 其实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界打开一点 我们的 在股市啊 在金融市场投资的范围 搞广一点 这样子呢 你才能这个四面财 通通都可以赚进 那每一个市场都有它不同的一个 每一个时期的脉络跟走势 我们可以随着这种不同的时期脉络走势呢 在这个不同市场资金的一个轮动之中呢 找到它一定的节奏跟方向 其实也蛮有趣的 这个就是我个人喜欢投资啊 就是我也喜欢研究这个金融市场啊 这个常常在乱看啊 把我一些想法啊 跟观点啊 跟我们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做一些这个交流啊 好那我看我们大家后面有看板啊 各位可以参考啊 那我们看大家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有人问到阿里巴巴的美股跟港股有差吗 其实是没有的啊 阿里巴巴跟港股它是1比8 所以说基本上它就是 因为不管阿里巴巴的美股是ADR挂牌 它是那广股是去年2019年年底回归的 所以它本身的一个兑换是1比8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目前阿里巴巴的股价是美股在主导 是港股是跟着走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的这个股价是没有什么差 只是一个汇率的兑换而已 这个会 就美金换港币 然后1比8这样的一个兑换而已 好那还有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FH中国5G吗 好对 好那这个是之前我们在5点到7点的广播节目里面讲的 对不对 好那还有我们看看还有谁留言 好我们志伟也上线 好很多我们好朋友 都在我们今天的观看名单上面 好那大概我们的时间就到这边了 4点50分了 因为我等会还5点钟要上广播节目现场了 好那等会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5点到7点 FM98.1 Enews98电台 好同时我们的财经一路发 就是等会的广播 我们现在都会上到Podcast 跟喜马拉雅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你到Podcast上面 你去点那个商业 它有很多栏目 你点商业 你会看到我们现在财经一路发 好上在Podcast上面 大概现在目前是应该是前10名 对吧 好那请各位也可以订阅 好同时也帮我们按个五颗星 好那另外就是说Podcast 你可以随选重听嘛 我们的节目每天的内容 都会把它放在上面 还有我们这个听卵大哥 每个礼拜一 以及我们礼拜三的这个6点半到7点钟 每个礼拜三固定的这个直播 我们都会放在YT上面 好大家也可以上去看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播出就到这边 跟您说声拜拜 下个礼拜我们听卵大哥